如今国产C919民航客机的出现 打破了波音 空客在全球民航市场中的垄断 那么售价仅为1亿美元的C919 能否顺利进军国际市场 这个价格对于波音空客飞机而言 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呢 在现代商业航空领域当中 独占凹头的有两大国际巨头企业 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 这两大企业虽然是死对头 有着激烈的竞争 但是他们之中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绝不允许世界上 再崛起一家民航客机企业 如今的商业航空份额 被波音和空客两大企业瓜分 如果再崛起一家民航客机企业 就变成了三分天下 对于这两大巨头的利益 就有着极大影响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 两大巨头对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联合打压 一度让庞巴迪公司喘不过起来 最终公司破产 只能及时卖给空客止损 那么如今中国商非研发的C919的崛起 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待遇呢 首先 从C919的机型来看 与波音空客最热门的机型 737与320都十分相似 换句话来说 C919就是对标的这两大机型 从各项数据上来看 C919的性能都是不低于两大热门机型的 原本以为 凭借着优秀的数据和硬实力 波音空客几乎对C919无从下手 可我们还是小看了西方媒体颠倒是非的能力 从C919是非期间起 欧美媒体就针对C919的各项数据 以及可靠性进行多方面的批评 甚至还能凭空捏造出一番巨发式行政的理由 一度减缓了C919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 但是很明显中国也不是毫无准备 从价格 供应链方面我们都有着足够多应对欧美的办法 第一个抵抗压力的办法就是价格优势 我们都清楚 中国C919民航客机的采购价达到了0.99亿美元一架 高于波音737AMF7的价格 与空客最新款320安易购价格持平 从正面的对比来看 我们会发现C919价格反而还更贵了一些 这就是我们国人智慧的过人之处 从一开始欧美国家就已经认定了 中国C919一定会像庞巴迪公司一样 在起步阶段就先以低价出售获取客户 打击勾美飞机价格 这样一来 波音空客就有足够多的借口去实施打压 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价格方面就已经无懈可击 让欧美无从下手 第二个抵抗压力的办法就在于C919的供应链 我们在前不久就已经得知了C919飞机的供应链中 有不少关键部件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 就比如航空发动机 采用的旧就是著名的LEDPX1C发动机 航天系统以及飞控系统也都是来自于美国企业 我国之所以选择采用美国的关键零部件 就是为了减少过美国家的针对 让欧美媒体认为中国还是较为依赖欧美进口的 但其实我国一方面是在偷学国际顶尖供应商的经验 另一方面向我们所进口的关键部件 都是已经默认过了试航证标准的 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拿到欧美试航证 如今C919的硬伤就在于产量还跟不上 一年只能生产150架 暂且对波音空客型不成较大的利益威胁 不过等到C919的产量提升 那就真正意味着ABC对抗局面形成 届时C919必然会瓜分整个国际民航市场 更好的消息是 中国商飞的另一款客机 比C919稍小的支线客机ARJ21到去年底 已经获得25家客户的690架订单 已经累计交付9家国内外客户共100架飞机 累计安全运送旅客近600万人次 运营航线316条 通航城市118座 这些成绩已经证明了ARJ21的安全 可靠和盈利能力 也预示着ARJ21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为时不远 这让我们想起来和ARJ21几乎同时起步 并且属于同一等级的竞争对手 日本30重工的MRJ支线客机 最终因为各种技术困难和没有客户而胎死负重 给日本的航空大国野心当头一棒 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就是中国大型客机成功的保证 为了保证未来C919能够及时交付客户 中国商飞的副总经理张玉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商飞的年生产能力计划将达到150架 甚至更多 这对中国商飞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挑战的时期 中国大型飞机业务将从全面发展转向工业化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国领导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 曾经望着波音公司西雅图厂房连绵数公里的飞机生产线感叹不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几年内 这样的场景也将会在中国商飞的厂房里出现 这是一个国家航空工业实力的象征 也是国力的象征 不过我们不能自满 反而需要更加保持警惕 中国商飞即使达到了这样的生产规模 距离世界两大民用飞机制造企业 欧洲控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 仍然有一定差距 空客公司在2022年共交付了661架民用飞机 其中包括516架S20系列飞机 截至2022年底 空客公司储备的订单量为7239架 波音公司2022年共交付了480架民用飞机 其中包括374架737MAX和13架其他737改型 可以看出中国商飞想要真正在规模上赶上 波音和空客 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C919是空客A320安易钢和波音737MAX的主要竞争对手 而A320安易钢和737MAX是这两个公司绝对的销售主力 占这两个公司总体销售数量的75%以上 我们每卖出一架C919 波音和空客就会少卖一架A320安易钢和737MAX 只要我们的销量上来了 这两家公司飞机的销量就必然受到影响 就中国市场而言 2022年波音仅仅向中国交付8架飞机 而空客交付了112架 外媒普遍评论称 这是波音公司连续第四年在客机销量上输给空客公司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市场 美国《西雅图时报》报道称 由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对波音关闭 就在几天前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37MAX飞机 从广州起飞前往郑州 然后又用同一机型从广州到武汉进行了第二次飞行 这是自2019年3月 中国净飞波音737MAX以来的第一次付费 有媒体称这是中国市场向波音重新开放的迹象 然而波音公司对737MAX在中国的销售前景并不乐观 波音公司的CEO代夫卡尔霍恩曾经表示 恢复对中国市场的交付对波音公司的未来吃官重要 但他对在一两年内向中国交付飞机的前景感到比较悲观 在去年9月 由于向中国交付订单的进程受阻 波音将部分原计划交付中国客户的737MAX飞机转售给了其他客户 对于中国商费来说提高C919的国产化率仍然是当务之急 目前C919的国产化率为60%左右 这是按照零部件的价值计算的 并非像某些网友说的按照零部件的数量或者重量来计算 C919客机最主要的部件 Lulia P14发动机是由美国通用电器与法国塞丰集团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研制的 从美媒的最新报道来看 随着C919飞机不断传来好消息 尤其是取得订单突破1000架这个里程碑式成果之际 美国政府果然要拿发动机问题来做文章了 因此 我国适当放松采购波音公司的飞机 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保证C919的供应链稳定而坐的交换 当然中国商飞作为C919的研制方 有权利选择任何供应链长架 实际上我国能够生产所有大型飞机的零部件 中国空军的运富20运输机就是例子 只不过现代大型民航客机对所有零部件和子系统的可靠性 经济性和环保性都要求极高 远高于对军用飞机的要求 我国的供应链暂时还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 还需要时间来逐步提高水平和进行验证 所以在美方酝酿以发动机对C919飞机卡脖子之时 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各项零部件国产化工作 必须进一步抓紧推进了 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正在取得稳步的进展 以最重要的部件发动机为例 去年10月中航商发公司组织召开了加速推进 CJ-1000A商用航发试航取证工作动员会 根据公布的内容来看 CJ-1000A预计最快将在2024年装配在C919上进行平台和动力式航取证 大批量生产应该在2028到2030年之间 这意味着在这个十年的默契 C919的国产化率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C919有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拿不到国际式航证 仅仅依靠我们国内的市场也足够养活中国商飞了 因为未来20年 我国预计将采购大型民航客机2000架以上 其中大部分将是C919这个档次的客机 等到C919解决了国产发动机问题 我们就基本不用在乎美国卡脖子了 到那时候 除非博银公司能够对中国市场拿出更大的诚意 否则只有被踢出局的下场 而且从我国的C919问世以来 就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 也得到了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一致认可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现在我国国产的达飞机C919 它的订单总数已经超过了1200架 以这样的情况看来的话 在后期持续投入使用的过程当中 订单数量还有可能会持续增多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我国的生产规模也会随之对应的有一定的规划 而根据我国商飞公司的相关人员透露 未来关于这一飞机生产的计划 在五年之年年产量需要达到150架 所以这意味着在对于我国这一飞机投入使用之后 要以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开始扩产 这将会使得我国在之后的国际市场当中 占据更大的份额 而实际上我国的C919也是其他国家 对于大型客机采购当中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不仅仅具备非常优异的性能 我国在对这一机型研发的过程当中 还着重确保了它的安全性 至于波音公司的客机在多年来发生的 许多意外情况对此来看显然是更为可靠的 而且除了在性能上得益确保之外 我国这一款机型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通过其他国家签署的相关订单来看 我国C919目前的单价在0.99亿美元左右 相当于6.53亿人民币 而实际上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我国这一客机就获得了32家客户的 1000多架订单 其中涉及到的金额已经超过了7000亿人民币 作为我国首架的国产大型客机 就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足以说明我国在飞机制造方面所具备的实力 同时也展现了其他国家对我国技术的信任 然而回顾我国C919这一客机 从研发走向交付的过程 其中也充满了大家的偌大期待 从2009年我国商飞集团 正式公布了这一机型的名称 到2022年的12月 我国首架C919大型客机正式交付东航 这些都说明我国不仅仅是在 民用大型客机的研发上 有了重大的突破 也是我国于这一大型客机产业化发展的 一个强有力的开始 它是我国一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干线客机 也是专门为中短程航线所设计的一款机型 最多可以容纳190个座位 作为我国首架大型客机 这意味着我国将在国际市场上 开拓我们在大型民用客机的市场 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现了 我国在这一方面非常大的成就 而且在民用大型客机的研制方面 C919只是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开始 我国在这一款机型上所取得的成就 也是为我国之后大型客机的研制方面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时增加了我国在这之上更大的信心 C919不仅仅是我国对于大型民用客机 研发过程当中所取得的一个成就 也是我国对于减少对国外技术依赖 达到自主研发的一个决心体现 相信在我国的不断努力之下 后期还会出现更加优异的大型客机 并且在之后实现对于民用客机 更大的国产化率